我想大家都會同意今天所作出的投票 是一個最重要的一票 可以說是我從政生涯裏面最重要的一票 我們這一票 就是要否決 831框架之下的假普選方案 我按這個按鈕 去反對這個假普選方案的時候 我是以一個 悲傷的心情 但是我又是昂首地 去投下這個票 悲傷 因為爭取了三十多年 還未看到香港有真普選 昂首 因為 我們能夠 向強權說筆 有人說我們 什麼錯判形勢 就是中央受軟不受硬 就是因為我們錯判形勢 所以這次 就是拿不到一個 真普選的方案 我覺得這些是很荒謬的 受軟不受硬 澳門夠軟的吧 有沒有真普選 受軟不受硬 我們想商討 他們比我們硬 对我